女子查出吃惯癌临时,医生解释,一个习惯害的。专家告诫,刚刚吃完晚饭不适合马上就睡觉。 女子查出吃惯癌临时,医生解释,一个习惯害的。 中午一点,来了位杨庆余患者,30岁左右,她诉说自己胸口灼痛,还有咳嗽了很长时间不见好转。 患者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,中午在单位午餐。 因为中午就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,为了节省时间,她总是把饭打到宿舍,刚吃完饭就上床睡觉。 这样,一个月后,她觉得起来后腹部有些发胀,胸口还灼烧般疼痛。 后来就开始不停咳嗽。急诊的张医生建议患者挂个消化科看看。 消化科医生做了相应检查后才发现,她患的是卫食管反流症,而这经久不遇的咳嗽,正是由食物长期反流引起的食管炎所致。 因为她每天中午总是吃完就睡,胃内的压力使胃与食管交接触的奔门扩约机功能失调,关闭不严,致使食物反流进入食管。 口腾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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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腾。 临床表现为反酸,癌气,胸骨后烧灼或疼痛,吞咽困难,时间长了还会引起慢性咳嗽等症状。 治疗主要是抗反反流,抑制胃酸分泌,保护胃食管沾膜,杀菌消炎,促进食管沾膜修复。 医生指出,胃食管反流症可以诱发反流性哮喘,慢性咳嗽,兼致性肺炎,甚至夜间窒息等,更严重的可能诱发食管癌。 幸运的是因为发现即时,阳性女子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,经过抗钻药,为肠动力咳嗽的联合治疗。 以及食管炎的相应治疗,胃食管反流症终于痊愈,而她的咳嗽也渐渐好起来。 而另一位同样30岁的食性女子则没这样幸运,她来就诊时被确诊食管癌,而病因竟也吃饭后就睡觉导致的为食管反流症诱发了食管癌造成的。 最后,这位患者不幸离世。 专家提醒,食管癌早期症状。 1、腹部疼痛。 首先当食道癌的早期典型症状出现之后,患者会出现腹部疼痛的现象,这一症状的原因多是病人诸素多为稍着痒刺痛,轻重程度不等。 2、腹部疼痛。 有的患者形容胃经常有烧心、心窝部刺痛或保障感。 2、咽喉部前噪或紧缩。 其次,食道癌的早期典型症状还会有咽喉部前噪及紧缩的现象出现,这是由于食道癌的发病部位比较特殊,不容易被人们发现。 当发现自己有咽喉部前噪或紧缩的症状出现,应警惕食道癌的发生。 3、胸骨后闷脏不适。 吸发病比较常见的一种症状,多表现为患者不能具体地形容这一症状的确切部位、性质及程度,只是自我感觉胸部不舒服。 也有少数病人自我感觉有悲尘,胸骨后疼痛并向右胸放射,癌气等症状。 食道癌与食道癌症状区别。食道癌发生在食管上皮组织。 食道癌,泛制食管粘膜浅层或深层组织损伤,时发生水肿和冲血而引发的炎症。 食道癌症状未进行性咽下困难,先是难咽前的食物,进而是半流脂食物,最后水和唾液也不能咽下。 食道癌症状主要是吞咽疼痛痛,困难,亲口灼热及胸骨后疼痛居多,食管癌严重可引起食管症软及食管狭窄,吞咽食物感到发烟,也可能引起呕血或黑便,柏油便。 专家告解。 刚刚吃完晚饭不适合马上就睡觉的,这个习惯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扰。 除了可能会诱发为食管反流,还可能会导致食管癌等疾病。 像杨女士和石女士这样的发生为食管反流的情况有所增加,医生说这患者当时食管炎症很严重,已经溃疡甚至肠话改变,脱久了有离患食管癌的危险。 所以,饭后饭后要稍微活动20分钟到半小时再休息,不可立即就寝。 饭后运动也不能剧烈,以餐步为主最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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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